第2938集 冒犯了至尊存在,难道跪下来道个歉,赔上一点钱财就能够不死了吗? 太天真,至尊面前只有杀与不杀,何来宽恕一词? 有些事你做了,不问理由如何,都要付出代价。 有些人你冒犯了,不管多么后悔,多么情有可原都得死。 话音一落,几乎不给周无牧与雷锋反应的机会,一片星光便将这片废墟彻底笼罩。 片刻之后,星光修炼,这废墟之中只留下数据残尸。 周无牧,雷锋,周琼,雷罗刹,朱老进阶身死,而相比于周琼,雷罗刹与朱老,周无牧与雷锋的运气还算好的,他们的神魂已经完全泯灭。 可周琼三人却是与赤风山一样,神魂被叶辰所禁锢,永远都将受到折磨。 灭杀了这几人之后,叶辰呼出了一口气,他身形微微一晃,他有些虚弱。 他斩杀那上古大魔,其实用了全力,若是那两位强者燃烧精血对他出手,叶辰可能会输。 但是对方恐惧了,恐惧是舞者的大忌。 扫了几人的蚕尸一眼,叶辰也懒得理会了,身形一闪便直接离开了此处,寻找个隐秘之地打坐恢复。 而就在叶辰离开之后不久,虚空之中,骤然浮现了一道裂痕,一道浑身血光缭绕的身影出现在这藏魔窟废墟之中。 一双眼眸扫过大地,当他看到了那几具残尸时,眼中浮现了一抹意外之色,不过很快便平静了下来,轻蔑地一笑道。 这周家万军忧苦的几人,竟然已经死了,这倒是省得本公子亲自出手了。 话音一落,他竟是抬手一招,将那几具残尸收入囊中离开了此地。 而在这青年出现的瞬间,藏魔窟附近的妖兽竟是全部都匍匐在了大地之上,仿佛在迎接王者的到来一般。 那青年身上竟是散发着极为惊悚的妖气波动。 叶晨从一处隐秘的山洞之中苏醒,眼中闪过一道神芒,一身气息,恢复到了巅峰状态。 不过让他有些可惜的是,硕老和玄寒玉依旧陷入了沉睡。 看来之前对战那天人玉的婆娘耗费了太多太多的力量。 既然仇也报了,便去和遮天魔地会合吧,也不知道鸿蒙福地那些大人物出来没有。 就在叶晨准备离开闪洞之时,突然他神色一动,取出了一块玉牌,正是天心阁的贵宾卡。 此刻,贵宾卡上传来一条讯息竟是秦子薇发来的通讯。 叶晨神念一扫,脑中便响起了秦子薇的声音道, 叶公子,你百荒之家贵家的贵连云姑娘可否认识? 叶晨神色一动道,认识,怎么了? 秦子薇道,贵姑娘她似乎快要嫁人了。 什么?叶晨文言眉头一皱,有些惊讶,不过很快便平复了下去。 虽然当日在幽王遗迹之中,贵灵云对她似乎有些好感, 但实际上,两人也并没有接触多长时间,算不上有什么关系,只能算朋友。 况且贵灵云身处月魂玉,恐怕还不知道她重新出现的消息, 应该还认为她死在了幽王遗迹之中。 所以贵灵云嫁人似乎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 她点点头道,知道了,不过为何将此事告诉我呢? 此事好像和我没有太大关系。 秦子薇道, 这一点就是叶公子说错了,贵姑娘这次出嫁实际上是因为叶公子你。 啊,和我有什么关系? 白黄之山,贵家。 贵灵云正盘坐在卧室之中修行, 海量的灵气以极快的速度融入了她的体内, 而此刻贵灵云散发出的气息竟是强大的难以想象。 从九幽圣王遗迹出来之后,借助夜晨得到了诸多机缘, 贵灵云的修为已经暴涨到了太多太多。 这修炼速度除了用逆天两个字来形容, 想不到任何其他的形容词。 一种极为深沉、妖异的气息, 笼罩在贵灵云周身, 正是天鬼血脉的气息。 贵灵云之所以能够进步得如此迅速, 便是得益于这天鬼血脉。 就在这时,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 贵灵云将功法一收, 开口让人进来, 一名丫鬟推门而入, 面对贵灵云她却显得有些害怕, 小心翼翼地道。 小姐, 黄公子让奴婢带来一句话, 她说, 您要她做的事她已经做到了, 还请小姐记得你们之间的约定。 贵灵云闻言, 那倾国倾城的俏脸似乎涌起了无尽寒霜。 那名丫鬟健壮, 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, 面上浮现了极为害怕的神色。 小姐自从从那个幽王遗迹回来后, 便一直给人一种极为冰冷的感觉, 仿佛没有了感情一样, 就好像全然变了一个人。 如今的贵灵云, 眼中早已没有了那种清新和纯净, 剩下的唯有冰寒与灵力。 她的整个人仿佛都化作了一座冰雪的雕塑一般。 贵灵云淡淡道, 知道了, 退下吧。 那丫鬟文言如蒙大赦一般, 急忙退出了门外。 这时, 一道女子声音在贵灵云的脑海中响起道, 灵云, 你真的要如此做, 何必要与这荒极玄? 这声音正是在幽王遗迹小看过夜沉的清衣。 清衣的存在和玄寒玉和朔老有些相似, 只不过没有那么强大罢了。 前些日子, 清衣因为一次意外陷入了沉睡, 对于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并不太清楚, 但贵灵云告诉了她一件事, 那就是贵灵云与百荒之山实际上的统治者, 荒家的第一天才荒极玄之间有了一个约定, 一个关于贵灵云婚事的约定。 那就是, 若是荒极玄出手, 击杀了周吴牧、周琼、雷罗刹、雷锋、竹佬等人, 他就要嫁给荒极玄。 荒极玄摆荒之山有史以来最为恐怖的妖孽之一。 传说他继承了无上妖族血脉, 传说他年龄不到一千岁, 便拥有了超越荒家家主的实力。 关于荒极玄的传说太多太多, 不过荒极玄基本在外界露灭, 也很少展现实力, 所以他甚至没有爬上神星榜。 若是别人看来贵灵云能够嫁给荒极玄, 一定会无比欢喜, 但轻衣却不这么认为。 这荒极玄看起来很逆天, 但轻衣知道他还是配不上贵灵云的天鬼血脉。 在贵灵云从遗迹回归之后, 这荒极玄不知是看出了什么, 便开始疯狂地追求贵灵云。 但贵灵云却从来没有答应, 可现在为什么改变主意了呢? 贵灵云美眸微闪道。 因为, 我现在的实力, 还不足以击败周家的周五目, 以及阴雷不足, 雷锋。 轻衣道, 以你的天赋, 周家与万军幽谷迟早都不过是脚底下的一粒尘土而已, 为何要如此着急呢? 贵灵云沉默了片刻, 重新开口道。 轻衣, 黄极玄告诉我一个消息, 她说叶辰还活着。 什么? 轻衣难以置信地道, 怎么可能, 当日她明明。 贵灵云道。 她说周穹与雷罗煞正带着周家长老, 以及雷音不足强者雷锋去杀叶辰呢, 我必须要救她。 轻衣道, 万一她是骗你的怎么办? 贵灵云的俏脸之上突然浮现了一抹苦笑道。 即便她是骗我的, 我也想要相信。 秦衣, 你知道吗? 这段时间一直以来,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听到叶辰还活着的消息。 说着, 她再次恢复了冰冷的神色道。 不过, 即便答应了这门婚事, 我也不会让她碰我一根指头。 贵灵云的心中, 知识之中都只有叶辰一个人, 哪怕叶辰不爱她, 当一个女生看到过一个极致的优秀天才, 那今后遇见的所有男人都只会成为她的陪衬。 煽动之中, 听完秦子薇的话, 叶辰不由地轻叹了一声道, 为了我, 这又是何必呢? 我顶多将她当朋友而已。 不得不说, 天心阁实在是手眼通天, 连摆荒之山中发生的事情都能够了解得一清二楚。 而秦子薇也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叶辰, 包括贵灵云对荒吉璇的拒绝, 以及为了她而与荒吉璇定下的约定。 还有, 叶辰离开之后, 荒吉璇突然出现, 取走了周无牧等人尸体一事, 这也太卑鄙了吧。 人是你杀的, 现在就取尸体证明。 叶辰眼中骤然闪过一缕寒芒道, 秦姑娘, 这荒吉璇是什么实力? 荒吉璇没有击杀周无牧等人, 却带走了他们的尸骸, 想干什么可想而知。 这场婚礼, 叶辰必须阻止。 秦子薇的声音之中, 多了一份凝重道。 荒吉璇是月魂玉唯一一个拥有天心阁贵宾卡之人。 叶辰瞳孔一缩, 他知道天心阁的贵宾卡一般只在杨真玉发放, 而在月魂玉以及星玄玉, 只有极少人能够得到这贵宾卡。 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, 那就是武道天赋极其拟天。 就像叶辰拥有击败韩紫英的战绩, 才得到了一张贵宾卡。 原本他还有些奇怪, 荒吉璇是怎么知道周无牧等人要来追杀自己的呢? 现在疑惑解开了。 拥有天心阁贵宾卡, 能够知道很多信息。 不过秦子薇为何没有直接说出荒吉璇的实力呢? 难道因为这个贵宾的身份, 他不能透露给自己吗? 秦子薇继续道。 关于此人的具体实力, 我也不清楚, 因为他出手的次数实在太少, 但是根据我手中掌握的情报推测, 此人至少拥有始源七层天的实力, 甚至更高, 否则也不会打算对周无牧等人出手。 叶辰文言目光一沉, 再次问道。 距离婚礼开始还有多少天? 秦子薇道。 婚礼定在两天之后。 两天? 那时, 树老和玄寒玉可能还未苏醒。 那时, 树老和玄寒玉可能还未苏醒来。 秦子薇道。